现在是提醒大家 吃这种水果一定要注意 冬枣虽然很好吃 但是如果你的枣糊吃进去了 可能就变成凶器了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我们刚刚从一个人的小肠里面 取出来的枣糊 你看看多么的尖锐啊 他吃枣忘了吐糊了 枣糊也吃进去了 然后这个枣糊没有卡在吃管 没有卡在嗓子眼 也没有在胃里面卡住 横着卡在小肠里面 然后把小肠扎了一个洞 换了就肚子疼啊 难受啊来医院看病 肚子摸起来帮帮硬 都不让摸特别疼 手一放上去很疼 手一抬起来更疼 然后照这个CT 发现肠子里面有一个非常尖锐的物体 这就是枣糊 那没办法只能挨一刀 开一个大口子 把这个枣糊取出来 小肠也坏死了 切掉一段小肠 你看看吃一个枣 枣多么大的罪啊 各位朋友 我们人体没有办法 消化吸收掉枣糊 这么尖锐的枣糊 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就很可能会把你的消化道的一部分给扎穿了 甚至有可能扎到动脉里面去 要你的命 那武侠剧里面演的还真有一定道理 你看球鲜尺 那个枣糊钉 射出去 还真的有可能扎到人 提醒各位朋友 吃枣的时候 千万不要呼伦吞枣 不要分神 不要讲话 如果你不小心 把枣糊吞进去了 第一时间来医院 不要吃任何东西了 如果在胃里面 做胃镜就可以取出来 非常简单 如果他再往下走 到了小肠里面 完蛋了 那么小话那个大夫就边肠莫及了 做胃镜就取不出来了 现在正是冬早上市的季节 把这个视频发给你身边的朋友 特别是那些老年朋友们 吃东西的时候呢 更容易把枣糊吞进去 每年我们都要做好几例这样的手术 最后再说一遍 一定要记住 吃枣不要把枣糊吞进去 不然的话 迟早要玩